针对台中市卫生局检验处五十兰企业公司四季春茶 验处芬普尼0.003ppm 台南市卫生局将四季春茶全数下架 金茶茶叶来源是向台南市三星制茶事业有限公司购买 四季春茶叶五十兰提供一月份农业自主检验合格报告 及三星制茶也提供三月份农业自主检验都符合标准 业者将向台中市卫生区申请复验 那他的上游是来自三清的自茶公司 这也是在台南市 那这两个业者在不管是五十兰或三清都有提供 一个是一月份一个是三月份 他们检验的这四季春茶的报告都是0.002以下 所以是合格的 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说 我们在台中市的抽检的批 这一批的茶叶跟他们自主检验的茶叶到底是不是同一批 这个一定有疑虑 那就算我们现在封存以后再去检验的这个茶品也不一定同一批 不过因为业者真的有自我检验 那因为这个在刚好一个是合格一个不合格 所以据了解五十兰已经向台中市的卫生区提出赋验 但是因为责任趋势在我们的总公司在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昨天也完成了我们的茶品的一些抽验 那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些五十兰相关的茶叶以外 但是针对这次四次春茶我们也自我检验以外 我们也送一份到中央的食品药物管理署 那也请业者也在同一个这个样品取样 他们去找公正的第三者做检验 不过三勤制茶事业有些公司表示 公司厂内的四季春茶叶 主要是供应至五十兰公司制作清茶系列茶饮相关机场 茶叶来源是南投县顺德制茶厂及松大制茶厂 另外松河茶厂红茶检验出分普尼0.005ppm 业者表示该厂红茶来源有两家西兰红茶 是高雄和荣食品公司 斯里兰卡红茶为南投松某茶叶公司 都已已请高雄市及南投县卫生局调查 台南市卫生局为了确保消费者权益 针对无法提供检验合格报告的茶叶全部封存 供封存三勤制茶68764.8公斤 及松河茶厂179公斤 并在23号请业者停止贩售 等在卫生局检验合格后才能解封 不过对于山清及松河茶厂 都无法提供确切的下游贩卖厂商 为此卫生局长林盛哲呼吁 只要是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茶叶 请自主下架并向卫生局通报 这个提出来的名单是曾经跟他买过的 还是有买四季春茶的 我们勿望勿众 我们今天一定会尽速去厘清以后 公布给所有媒体知道 但是也拜托我们媒体如果先发出去的时候 告诉大家都山清的茶 现在很难厘清 你如果用到的话 要自主赶快的跟卫生局讲 然后呢我们希望就是说 你如果有检验单也要附在那边 那我们机茶就会很快 就不会像这个现在一个泥沼里面 就一家厂商就会弄得很久 那我们如果知道有别的县市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别的县市 然后赶快传承这些相关的文件 给他们做参考 另外卫生局也抽验五十兰的乌龙茶 四季春清茶 喜兰红茶 红茶绿茶五项茶叶 及山清智茶公司厂内无自主检验 合格报告的二十一项茶叶 松和茶厂也抽查白蚝绿茶 阿萨姆红茶 西兰红茶 顶级斯里兰卡红茶 乌龙清茶 蜜香乌龙红茶 翠玉清茶 翡翠绿茶 清茶等十项 等检验结果出炉后 会立即公布 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记者黄俊华也谈谈报导 Szysz병 蜜香 镇 ceans 赌 芯 请